今天是小辣子用新书做的第一天 他在画什么手抄报 不是手抄报 不是手抄报是啥呀 是什么 要我们画一幅画 画一幅什么画 防疫的 防疫的画 那不就是相当于手抄报吗 不用写字 不用写标题 而且还不能写名字 写在买班级 为什么呢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以后说 因为老师说 他到时候如果选上的话 他会踩你的纸 到时候名字就白写了 哦 然后把它表在一个相框里展示给大家看 传效 好 你一定要被选上啊 我们看一下咱们画得怎么样 整个六年级那么多人 你叫我选上 画画好的有很多呢 这选几幅呢 不知道老师说只选的最好的 好吧 而且就首先是在班上评选 班上评选就指幅最好的 在年级去评选 然后才能评选到 哦 那希望渺茫 画了个卡通的小美女 哎呀 桃圆你干嘛呀 一天到晚走我要灌头 这两天武汉的疫情好像又严重了 然后呢 我们已经连续做了两天的核酸了 今天晚上还要做 不然的话 不做的话 小辣子明天就上不了学 因为要那个核酸凭证 才能进学校 是不是的 我上次看了几个没有拿 写品就被保安一栏一推下去 哈哈 那么粗暴吗 对直接推下去 因为他直接横冲直撞嘛 把他推下去了 好吧 所以呢我们待会儿等小辣子洗完澡了 再去吧晚一点 因为现在已经很多人在排队了 妈你猜我这上面画的是谁 不知道啊 我的自射 什么叫自射 自己在画 就是自己画自己样子 自己画自己的样子 我看一下像不像你 这像你吗 你是长头发吗 你戴着蝴蝶结吗 你有这么好看吗 你的眼睛有这么大吗 专门护友人 对不对你们说 他说他画的自己 哪一个地方给你 自己的设定 设定 设定是什么意思 设定就是 比如说你在哪个地方 自己的设定 设定长成什么样子 就是不需要跟你长得一样吗 对 好吧那就是我 out了好吧 这个也是你的自射 哪个设 一个 提手旁那个设吗 一个颜子旁那个设 颜子旁对的是那个设吗 自设对吧 对自己的设定 好好懂了 这也是我自射 我对你无语 来看一下我们家的猫咪都长好大了 看看睡香香叫哦 好萌呀 忍不住想撸 看我看后面这个 他好可爱 怎么这么丑啊 这个就是你 这是你的侧面 哈哈哈 可以了可以了 画得不错不错 小小子 你觉得这个书做怎么样 还可以 还可以 现在汤圆蹦的话 他就是没有声音了 没有声音 遇到我们了 哈哈哈 拍了好久的队 河山一侧 今天是黄条子 前天是什么 蓝条子 红条子 他是想把所有的颜色给积齐吗 哈哈哈